為何政府、為何建制派千方百計要製造一個這麼緊張的局面呢? 為何這個客觀上可能會導致這個14月24號區議會選舉的取消呢? 因為他們害怕 區議會選舉在今次的歷史意義是從來沒有這麼重要 它是變相公投,它是文明的較量 變相公投的意思是因為整個反修例、整個警暴的問題是今次選舉的中心議題 選舉結果就能夠呈現出究竟民意背向是怎樣 這個民意是全世界現在都在看的 全世界都認可一個通過選舉出來所呈現出來的民意 如果選舉裡頭他們慘敗的話 這個就會變成了一個很清楚的一個信號 我們必須要告訴政府知道 告訴全世界知道 現在香港的市民究竟是怎樣 我們要將一百萬、二百萬走出來的民意 呈現在今次的區議會選舉裡頭 我們才能夠有力量繼續去爭取 同時我們十八區區議會 也都可以在這個層面裡頭 繼續追究警暴的問題 所以今次的選舉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都要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可能儘管我們現在是很憤怒 但是我們要化悲憤為力量 我們要沉著冷靜 不要給任何借口 給任何方面取消這次的區議會選舉 或者做任何的小動作 我們必須要令到今次的區議會 變成我們的一次變相公投 是一個民意的完整的清晰的呈現 我們要將人民的力量呈現出來